第二十题 巧蕾取三个大小不同的金属块 而且以不同的叠放方式 禁止放置在水平桌面上 如甲乙丙钉各图所示 若作用在桌面的压力分别为P甲 P椅 P饼和P钉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晓得这个桌面在桌面上的压力的计算公式是P等于F除以A F是正向力 在多数的题目里面 它就是重量 我们看到这图上面 东西都是三个一样的东西 背双起来它的重量是一样的 也就是它的F是一样的 所以我们只要看表面积就可以了 接触面积越大压力就会越小 接触面积越小压力就会越大 我们看到以这个接触面积呢 是最小的 所以它压力应该是最大的 而看到这个柄 虽然上面的叠放方式不一样 可是它往下压的重量是一样 而承受的面积也是一样 所以乙跟柄之间的压力大小应该是相等的 那么我们的甲 它那个底下的面积比较大 所以压力比较小 所以我们的甲的压力是比来的小的 而我们的钉 它的接触面积最大 所以它压力会是最小的 所以我们的次序应该是 已会等于柄 然后大于甲 大于钉 第二十题问我们说 若作用在桌面的压力分别为 P甲 P仪 P饼 和P钉 下列叙述何者正确 我们答案选的是 珠 P仪 等于P饼 大于P甲 大于P钉 咔